东升西将孟成空 专家2022年变中共流胜转衰年 为彭帅鸣不平 他被华盛顿灯塔选为年度人物 中共5G过时了 日本邀台湾召开6G国际会议 防中共入侵 台湾成立这个战备新机构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月4日 欢迎收看第三期的万维独报 我是Jennifer 中共鼓吹东升西将 很快就变成了一句笑话 进入2022年 国际媒体纷纷分析美中竞争和市局变化 目前看中共的不确定因素很多 最关键的是经济 中国进入五时代 其过去GDP以两位数 或8% 7%高成长的经济 进入约5%的时代 使中共崛起之路减缓或重挫 部分专家和媒体预测 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 逐渐变得不可能 2022年是重要的转折年 国际货币基金 世界银行对中国2022年GDP增速预测 分别为5.6% 5.4% 据中共官方背景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蓝皮书 指2022年中国经济增长5.3% 国际主要银行都将中国成长预测下调至4.9%至5.5%之间 是1990年以来第二低的成长率 英国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学者George Magnus 在卫报发表 从经济奇迹到海市盛楼 中国的GDP能超越美国吗 指中国梦难以成真 快变成海市盛楼了 他说 中国30年来经济增速惊人 从GDP只有美国的5% 成长到美国的66% 但中国高速成长时代已结束 美中GDP差距高达9兆美元 今年中共进入50代元年后 就像德国、日本分别在上世纪30年代、80年代 都被认为即将超越美国 最终都没有实现 这和低估美国各方面 对失误的自我调整能力和意愿有关 很多人可能认为 西方又在唱衰中共了 不相信这类预测 但从发布数据的国际组织 学界和中共社科院分析 在对照各种元素 今年确实是美中竞争的关键年 中共飞速成长40多年后 经济、政治体制的缺陷进现 宏观调控策略进入总算账时期 综合来看 第一、习近平集权 以意识形态不忘初心的社会主义理念 介入经济专业 去年各种不利因素一一显现 政治力介入反而成硬伤 今年可能更恶化 习近平月前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要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经济工作要稳自当头 稳中求进 25次提及稳自 表示不稳的威胁空前 第二、美中竞争的首要领域是经济 比如两年多来 喊得震天驾响 说中国5G通讯领先美国 世界第一 但美国现实先进芯片供应后 余金安在 华为去年营业额下挫29% 各省投入数万亿人民币发展芯片 政府补贴 先后烂尾倒闭 高科技业重挫 需靠发射空间站 登月和超高速武器研发 安抚人心 第三、拉动经济的房地产业爆雷 恒大和加兆业相继债务违约 占经济30%的房地产业 多米诺骨牌摇摇欲坠 截至11月 至少437万家中小企业倒闭 与全国约8000万家企业比 虽是少数 中国出口依然暢旺创纪录 但倒霉呼吁民众准备过苦日子 民众截至消费 物价高起 都预示变动转折加剧 第四、根据皮油公司民调 世界最发达国家对中共的博力看法 达历史新高 今年石油、煤炭、天然气等国际价格暴涨 世界最大煤炭出口 印尼暂停煤出口 国际两价也涨 都使中国进口和工业成本升高 中国去年出现限电危机 元旦且电价调涨 尖锋时调涨达20%至70% 加剧经济压力 第五、疫情、财政都出现新危机 西安疫情封城 严密封锁消息 情况可能比2020年武汉更严峻 而各地零星本土病例出现 可能还有下一个封城都市 清零政策拉低复苏步伐 和欧美相比 孰优孰劣 今年将剑伸张 直接影响经济 第六、至少五个省市 江苏、浙江、广东、福建 以及上海12月会员弹起 推公务员减薪和绩效奖金 幅度达两三成 公务员士气低落 而黑龙将鹤岗市首船破产 地方政府债台高筑 经济虚缓 房地产泡沫破裂的骨牌开始倒塌 总体看 美国的难题在民主制衡和政府失能 但粮食、能源和科技条件等优于中国 且都可控 民间企业活力和调整远胜政府 只要减少人膜不脏 美国可能靠停止对外战争修养生息 创造出新的荣静 尤其芯片、人工智能和电动车等超前中国 而中国可能超越美国除了GDP总量 其他方面恐更困难了 今年确实可能成竞赛的重要转折点 中国网球女星彭帅发微博揭露 中共国务院副总理性侵事件后失去自由 国际女子网球协会WTA的首席执行官史蒂夫·西蒙 为她积极发声名不平 《华盛顿自由灯塔报》选西蒙为2021年度人物 因为西蒙蔑视中共强权 甚至不惜损失10亿美元 而将女网赛事撤出中国 《华盛顿自由灯塔报》在1月2日介绍史蒂夫·西蒙的一篇文章中说 在理想世界中 不屈服于搞种族灭绝的共产主义者阴谋集团 并不应该是一个特别值得称道的勇敢行为 但是可惜的是 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一个理想世界中 而是生活在一个有很多美国公司、好莱坞制片人和职业运动员 都在向红色共产中国卑躬屈膝的世界里 文章说 WTA的首席执行官史蒂夫·西蒙 却是在这个不理想世界中敢于向共产政权说不的人 作为一个完全由女性组成的组织的男性首席执行官 在中共政权实际上绑架了一名中国女子网球明星之后 西蒙展示了不向中共屈服的勇气 西蒙在2021年12月初宣布 WTA将暂停在中国和香港举行的所有锦标赛和其他赛事 以回应中共政府对被性侵又被失踪的女网明星彭帅的冷漠待遇 然后西蒙在一份声明中回应说 中共这一切都是不可接受的 也不可能成为可接受的 平良心说 当彭帅不被允许自由交流 并且似乎被迫反驳他自己的性侵犯指控时 我看不到我有什么理由要求我们的运动员到中国比赛 西蒙站出来对抗中共政权的决定 可能会使WTA的估计损失超过10亿美元 华盛顿自由灯塔说 大多数CEO为拿走这笔钱会公开向中共道歉 华盛顿自由灯塔说 不要做懦夫 做一个像西蒙那样的大丈夫 向世界展示 用灭世来对待搞种族灭绝的共产主义者 是人类应有的态度 因此史蒂夫·西蒙成为华盛顿自由灯塔的年度人物 一段时间以来 中共已由于华为公司在5G基站中 占有很高的市场份额而傲视世界 引发日本政府的安全疑虑 日本总部省电下方向 针对下一世代的6G移动通讯 推动不依赖特定业者的基站 为此日本将于3月召开国际会议 届时会邀请台湾与欧洲业者参加 日本产经新闻报导指 日本将与欧美等国合作建构6G开放性通讯网 以防遭到特定企业独占 日本总部省首度安排的这项国际会议 将讨论建构开放性无线接入网络 OPEN RAN 将可自由应用组合多家厂商的基站设备 据悉 日美澳印四边安全对话 去年高峰会的共识之一 就是合作推动OPEN RAN 日本举办国际会议 将成为这项共识的具体策略 另外 总部省还规划在今年秋天召开第二次会议 届时 美国 澳洲 与印度也将参加 并正式展开活动 中共近两年不断加大对台湾的军事压力 中华民国国防部近日新设全民防卫动员署 以提升备战势力 分析人士指出 随着全民防卫动员署成立 台湾后备部队未来渴望与美国国民兵警卫队建立常态交流机制 台湾中华民国国防部新成立的全民防卫动员署 被简称为全动署 于2022年1月1日正式运作 首任署长由国防部资源规划司长白杰龙出任 其核心任务为强化后备战力 全动署前身为国防部辖下的全民防卫动员士 正式升格后 编制从原本的30人提高至150人 将积极投入后备战力的改革 以统筹全民的力量 来支援台湾的军事作战及灾害防救任务 台湾总统蔡英文12月30日 在全动署揭牌典礼上致辞时表示 守护国家安全 不仅是台湾军队的任务 也是全民要共同承担的责任 只有建立全民防卫的观念 才能打造最坚实的国防 让世界看见台湾会坚守无畏战不求战原则 守护国家的决心 蔡英文说 全动署身负三大任务 第一 持续精进教招训练 提升后备部队的战力 明年开始 教招训练将由5到7天 试行改为每次14天 并且增加训练行军速营 战胜急救等科目 第二 建立跨部会合作机制 确实整合全民总力 各地的人力物力动员 战略物资储备 是防卫固守的关键 第三 适时修订动员计划 让各项计划更为周延 目前全动署根据动员纲领 已经一分类计划和执行主管机关 召开跨部会研讨会议 拟定动员计划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见